车道 刚转过温呢 副驾驶的车门突然就打开了 从里边掉下来一个孩子 有一个紧跟在黑色轿车后面的出租车 这个时候紧急刹车 而这一眨眼的功夫 黑色轿车的司机孩子的父亲 就从副驾驶坐的位置上冲出来 跑过去一把抱起了孩子 这个时候汽车又处于无人驾驶的状态 向前驶出了十多米 撞在路边的树上车道 刚转过温呢 副驾驶的车门突然就打开了 从里边掉下来一个孩子 有一个紧跟在黑色轿车后面的出租车 这个时候紧急刹车 而这一眨眼的功夫 黑色轿车的司机孩子的父亲 就从副驾驶坐